謝謝你這次接受我們的邀請 然後我其實也是在試 就是因為大家都說可以在網路上call的到你 我就想試試看說 當我messenger你的時候會是 你真的你還是假的你 可是我也沒有辦法知道到底是誰 沒有啦 我沒有小編的一定都是我本人 真的 只要是我回就一定是我本人 因為我那個不是一個page 不是一個粉絲頁 是一個使用者 所以事實上我也不可能把照明給別人 真的 然後跟我一樣 我們都很愛隱私 但是又很公開透明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 如果是粉絲頁會有好幾個小編 一起來管 他們在笑我 好好好 重點是 我這個messenger他就回了 回了之後我就很高興說 因為我們的確都想盡很多辦法 就是我們很希望更多的 不管是政府部門的人 或者是只要能夠關心的人 一起來參與 那我就跟我們的團隊夥伴講 大家就很高興說 七嘴八舌就說 那我們應該問你什麼問題這樣子 那所以我也請他們說 除了事先給的一些提問 是依據您的專業 我們也請他們問一些奇奇怪怪的 他們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想 我們會有很多話外音嗎 待會兒 對 等一下到最後都還是你啦 這樣子 對 所以 我們想先請你談談 就是說 您對台灣的多元族群的語言發展的一些看法 因為您是一個就是多語學習者 那我相信你也會一些比較特殊的 或者是說一個創意的見解 來看這件事情 我自己是有開發一個叫蒙點的一個專案 那蒙點的專案其實當初就是因為我自己對語言很有興趣 那又發現說從教育部的角度來看 其實各個不同的語言它是散落在各處 除了大家比較耳熟能詳就是重編國語詞典之外 其他的各個固有族群的語言 其實有的是放在可能是圓民會 有的可能是放在某個大學裡面 某的是可能還是放在一個大家都已經忘記的網站裡面 那有的授權比較清楚 像台語的那個藏友詞典 有些授權是非常不明 像客家化的詞典 那然後也有一些是 好比像說方英明英教師啊 或者是其他自己在就是阿美語裡面有所貢獻的 跟圓民會的 不管是他的用詞 或者他的羅馬拼音的政治法 都不一樣嘛 因為已經有年代了 那光是台語可能就有三種不同的就是拼音方法 對那所以這些都讓我覺得說 我們透過數位的力量 可以讓大家可以彼此 一直重複彼此做的重複的工作 那有一些像各種不同拼音法之爭 那其實你只要交電腦一次 電腦就可以幫你全部翻譯出來 那所以當時就是透過蒙典去結合 本來彼此之間不太說話的一些研究者 那其實從漢語的角度來看 就有漢語拼音嘛 通用拼音嘛 威托瑪嘛 等等的這些不同的研究者 那我們就是寫程式 去確保說想要看的人 可以用他自己習慣的拼音法 他習慣的政治法 他習慣的這個詞組去看 但大家還是可以共用同樣的一個語言資源 那很快的就有很多阿美語的朋友們 對這個感興趣 所以後來我們還專門開了一個網站 給他們叫做阿美語蒙典 那就是包含這個之前 也是你們同事的 Lafina等等 就是一起去找這個 好比像說錄音啊 那足夠多人錄音之後 電腦就可以幫忙做語言合成了 那做語言合成的話 其實大家在學新的詞 尤其造型的詞的時候 這樣子你打什麼字 電腦就幫你合成出那個字來 那所以像我們蒙這個字 因為蒙典本來是蒙芽的意思 就是從土地裡長出來的意思 所以他還要特別去找 各種不同的發音去 像做阿美語蒙典 在發這個長出芽的字的感覺 這樣 所以剛才你在講的 其實是在介紹 你開發的這個蒙典 對這個社群 是一個社群 用拋棄掉著作權 所以各個不同的 像蔡宗翰老師的 或者是方明老師的 或等等的這些 本來是紙本的嘛 我們就把它數位化 數位化那它隨著歷史不同 可能有不同的拼字法 我們有寫程式去把它轉換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等於是說 就算我什麼都不懂 那我甚至這個 阿美語一個字都不會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那我也可以用聽的 那甚至在 我們說我們處理的叫開放資料嘛 那但是資料上這個字 它在英文是data 但是其實在阿美語裡面 它的發音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意思也不一樣 是slada 是正方形的意思 所以就是它中間會有很多梗 很多梗 就是它的拼字法一樣 但是其實意義是不一樣 或是說它的發音類似 那就可以做出一些梗來 那這樣它無形之中 又擴大它的傳播力 對 那它這個 等一下這個是有點題外化 但是它這個聲音 其實是很電腦 它可不可以再人工有 對 那所以這就是另外一個 叫做common voice 就是同聲計畫 我在空總這邊 剛就是圍牆準備要打開的時候 有個叫鄭屬立的藝術家 我們認識很久 在這邊有一個計畫叫Sleep 79 就是讓人去念一大堆話 但是那些話本身沒有什麼意義 就是大家貢獻出來的一些預料 那但是它就是電腦聽你 講足夠或多的話之後 它就會把你的口音掌握住 那這樣電腦之後再合成發音的時候 就會用你聽起來比較順耳 因為跟你自己講話差不多的方式 但是這當時是一個藝術行動 它就是我連續講這些話 講多久之後就會有聽的人睡著 因為他做了很多 躺在那邊的床嘛 雖然有點蚊子 但是我就是排名還是最高的 就是我讓最多的人睡著的情況 對 他們找了很多人來念 就是各種各樣的文本 那其實像這樣 就會變成一種參與式的行動 就是任何人只要進入這個地方 就算你不會這個足語 你也可以幫忙去聽這個腔調 你覺得適不適合 或甚至你學一點點基本的正字法跟發音 那你就可以開始 就算講的不標準也沒有關係 因為電腦只是要 它講出來的時候 跟人講的一樣順而已 那這個就會變成大家一起來 好像教一個機器的學徒 聽得懂這個腔調的一個做法 那它其實聽起來就是我們看到它的正面 裡面 可是它有沒有可能透過像的AI的形式 然後變成去模擬你的東西 那如果我們有用語音辨識 或者是用這些 它有沒有可能就變成去Modifan 然後變成是創造一個這樣的文句 這可能啊 就是初音未來嘛 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其實是它有Cyber Security的問題 也不是啦 就是說這叫Deep Fake 就是誰都可以冒充我的樣子 跟我講的話 那如果去找網路上面有一個叫做 就是John Lennon的首歌叫Imagine 那就有一個叫做Kenny AI的公司 它就是用這個技術去模擬從川普到歐巴馬 到各國的領袖一起合唱Lennon的這首歌 但是他們其實沒有唱過 這完全是他們的就是表情跟語音去合成的 那這個其實我們看動新聞到現在 也已經有一陣子嘛 魔戒的那個什麼Golem嘛 也是透過這種工作捕捉的技術 所以我覺得只要很明確地標明說 它是藝術作品是二創 那不是本人的發言 我覺得這都還好 這也是為什麼在臉書上如果聯絡我的話 要認明有蘭哥哥這個帳號 因為名字叫唐鳳的人很多 但有蘭哥哥只有一個這樣 OK 好 那就是您 就是自己是一個多語言學者 然後你自己也說你很喜歡學語言 但是其實除了我相信是你天賦 應該還有一些其他的技巧 因為像我們很喜歡學多語 可是就常常就沒有辦法去記得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其實我覺得主要就是我會想要學一些新的詞 那這些新的詞讓我在跟別人講一些事情上面的時候 然後能夠產生出一些我本來的語言沒有辦法產生出來的意義 對 那像之前我在講寬屏人權的時候 常常講一個說只要在台灣任何地方都有寬屏可以使用 那即使是台灣最高的地方 那但是我跟國外的朋友們講的時候 我不管說玉山或是說Jade Mountain 他們都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對他們來講Jade就是一個很硬的玉石而已 其實它不是一個很有召喚力的東西 所以我講到這段的時候就會卡住 那後來就是我有去問我們在這邊有一個那個原住民族的語言教學圈的老師 那他就跟我說這個你可以講Saviyah 或者是說巴通關 那種就是巴通關的本來的那個詞 那那個感覺就是說這個它突然間有生命 就是它不是只是我們把它叫做 其實有一陣子叫什麼新高山 因為它比某一座山高 對 對那個不同的文化脈絡 那不管你把它叫做Jade Mountain還是什麼 它其實都是翻譯過兩三次的 對那但是如果把它叫做像Saviyah的話 那就比較清楚就是說 它從一開始就是這個名字 而且是對大家有一個文化的影響力 它不是事後重新被詮釋的一個名字 了解 所以我會覺得說講這個 那外國朋友就會問說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那我就會開始跟他講說 這個是有靈的嘛 這個山靈 或者這個靈魂在原住民族文化裡面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那所以它不是只是說台灣最高的地方而已 而是說它象徵這一種就是人們自然相處的精神 這樣 這樣其實也蠻有一點類似就是我們用一些比較unique的東西去吸引 然後可以在背後去講一個故事 就像你們把和解的各個不同的族語的講法都採集到 好像有一些也沒有採集到 因為有的他們就說沒有 比如說像Sagiraya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他很多語言其實是流失 因為他們之前是在阿美族底下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他們沒有辦法去講到 所以就是用阿美族的講法來講 對 然後他們相較的之下也會去談到他們比較關心的是未來的和解 而不是過去發生過的事情 那就是 不知道就是你可能也知道就是我們蔡總統她在 不管是2012年沒有當選的那一次她也都提到要道歉 到2016年當選的她也真的確實道歉 是的 那到現在她明天都要在第二任了 你自己覺得就是總統的道歉 這一件事情對原住民道歉的事情 你覺得整體社會有沒有感 我自己很有感 你自己的感覺 我非常感動 你自己有感動 而且我當時非常感動 也包含她 有一次我不確定是就職還是國慶的時候 就是唱國歌之前 是先由這個原住民族的族語去領唱 然後 就職 對 就職的時候 那那個我非常感動 深深感動 而且當時我還不知道我會到政府服務 所以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才是正確的一個看歷史的方法 就是有一個先來後到 然後是由先來的去指引後到的 要怎麼樣子去跟這個土地相處 而不是由後到的去強行去挪用先來的 我覺得她在那個整個編曲上面 包含就是小朋友的那個隊型啊什麼上面 我覺得花了非常大的功夫 那個真的讓我很感動 所以這樣的形式其實是比過去我們 其實也曾經請阿妹唱國歌 對 然後那個就很容易被人家講說 其實你就是又是把原住民當個龍套 然後踏入一個 appropriation嘛 對 所以就是很不一樣的那樣的時刻 那除了那個就是 我們也可以講說 因為它是一個類似節性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焦點在那邊 讓你特別感受到 可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有沒有因為它這樣的道歉然後你感動 之後有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或是會觸及你想要多了解一下說 我們談完的這些歷史脈絡上面的 不管是欺壓啦 或者是強曲 然後或者是把文化語言都消失 我們感覺上有沒有透過這幾年的道歉之後 我們跟原住民族之間的這個關係的 了解度更多 或者是我們會有更多的欲望想要去了解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不同的族群的人 我覺得我個人有 那主要原因也是 因為我之前有參加那個新客綱的審議 那我是 你也參加新社嗎 我是客發會 我是客發會委員 那在那邊我們就也特別強調就是說 其實以前都是說我們變成漢語是最大的嘛 事實上把它叫國語 所以就是最大的 但是就是現代漢語 現代漢語是最大的 那所以現代漢語在台灣學的方法又是用注音 那所以就會變成說你用注音注得出來的 那其實有些包含上客家化或者是台語 其實你注音稍微改一下用方音符號 那也是注得出來 可是對原住民族的小孩來講 他不可能去用注音符號修改去學他的母語 他事實上是沒有那麼多的就是音味去對應的 那是非常勉強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大概就是會用羅馬字母 那但以前的課綱又限制說你一定要學注音符號 那就會變成他用兩套標義系統 那事實上對學習是不利 那所以我當時在客發會我有一個具體的提案 就是希望說在原住民族的地方的話 那他們就是先學母語嘛 然後再用母語同樣的拼音方式 可能是漢語拼音可能是別的拼音法去學漢語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我覺得那個學習路徑就會很順暢 而不是說你用漢字然後注音符號這個邏輯 然後去在其實你最需要就是理解的族人文化的那一小段時間 就是可能是第一學習階段嘛 就是大概七歲到九歲左右的時候 你腦裡要先裝一套就是漢語的邏輯 我覺得那樣是不妥的啦 所以像我自己因為這樣子就是在客發會裡本來就是持這個立場 所以後來看到包含那個世界母語日嘛 那我朋友就是邀請我用暗美語去讀原住民族的基本法啊等等 那我覺得那些都是讓我在一次一次的互動裡面更加願意去了解說 那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 然後以及未來可以一起怎麼樣子去走 那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去Sakilaya那邊這個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個有看有碰到一位就是應該也是原民族的朋友 那我就跟他說我們接下來要發展就是類似這個轉外交關係啊 就是跟他說他就是等於是外交官 然後他就很高興說 他是行政院裡面第一個這樣子跟我講的 是哪一個是哪一個 對其實我知道是Sakilaya的組 可是我沒有記下他的名字 大概他們之前也沒有幾個 所以我隨便講一個 不是我是說隨便講一個我們都認識 意思是我們在這個圈子很 很緊密 不是很吃的看 人脈很掛 對對對因為我這樣的話都不會講的這樣 我知道我只是想問你 對 因為我們也文化部也 大家是主責機關我們通過的國家語言 那您像剛才那樣我很讚同就是從族語先學 因為它就是母語的一個部分 那但是現在牽涉到假設我們的國家語言 這些我們說台灣固有族群的語言 都叫國家語言的話 它就是平等的概念 我們有沒有可能就是像我會個人一直倡議說 假設我是阿美族我就是學阿美語 之後我的連接第二外語 不一定是中文 當然說不定是台灣首語 有可能 現在好紅喔 看得好複雜好紅 現在變成優勢語言 對優勢語言 它並不是多數的 但是它是 或者是我可以就是我直接嫁接英文 是啊 可是目前我們表面上是有一個 就是平等的語言發展法 但是其實我們不允許這樣的 其實它的教材教法 我覺得雖然我們新客剛剛有開放了 然後也包含說你任何科目都可以用族語來教 但是願意把例如像數學或物理這種科目 其實它不是只是一個語言的翻譯 它還包含文化的翻譯 包含說每一個族它的數感量感 它發展的方法 都必須用它的那個脈絡去教 所以在以前在體制內的教育 教育實驗往往不會往這邊跨 但是實驗教育就是直接用公辦名義 或其他方式來辦族語學校的話 是已經有發展這方面的教材教法 所以這個是合法的 其實說它是就是我們也很坦白講 很多是快要廢校了 或怎麼樣 它要強調它的特色 才發展出來的東西 但它沒有變成是說 所有的在就是傳統區域 領域裡面的所有的國教 體系都能夠用這樣子的方式 或是學生願意的話 他就可以選這樣的方式來上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才是比較可長久的做法 我要說的是我用母語完了之後 我用族語完了之後 我下一個假接 我不一定要是現在我們在講的中文 對 當然 可是現在其實好像不允許 在實驗教育是行之有年 在教育實驗裡面也是有它的空間 只是說它等於就變成說它的別的科目 就要去用這個中文來編 別的科目應該也沒有問題 只是說我的意思是 我們還是會回歸到一個 畢竟那個漢語的這個掌控很久了 所以我都會回到 我不是說我 就是說家長或者是老師 就會回到一個時候 那你如果不學中文的話 你的競爭力會是在哪裡 那大家的選擇又很自然去 走向我族語以外的下一個假接 我記得只要在地的課發會 那所學校課發會同意的話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在像客庄啊 有些地方他們已經在用這樣的方式 去全募於教學 那沒有道理說 客家化可以 而原住民主義 它可以全主義教學 但是我不一定要學中文 對 可以嗎 以我理解 至少在小學應該是 因為我們一月份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 我們又去了紐西蘭一趟 然後我們又去了 它的就是陳靜市的學校 它就是完全中學這樣 那他們就是毛利語為主 然後但是他們的第二外語 就是學的是西班牙語 然後你如果要學英語的話 你要去很外面很外面很外面的角落 因為它要讓你知道 我的一個dominant的圈子裡面 你就是以毛利語為主 那它至少 它覺得它是可以survive在那樣的環境 因為它去學西班牙語的話 它嫁接國際也很快 或者是說 它也不會因此出去 它不會懂 它那個國家的另外一個語言 叫英文 那在台灣我們 我不知道在歸了多久 漢語變成選修 對 就是我不要漢語這個東西 因為你既然是國家語言平等發展 那我可不可以足語以外 我就直接學英語 或者是客語 或是台語 那我理解這個就是在實驗教育法的那一個 就在實驗教育法 可是這個應該是要正常教育就可以推動 對 我剛剛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我很同意說 我覺得 就是實驗教育它能夠發展到一個程度 但它能夠觸及的人數是有限的 事實上它是有一個法定的上限 就是百分之十的學生 那所以如果你要讓另外百分之九十 也能夠做到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那確實就是你要就是可能運用 就是我們這個課綱比較柔性的這個特點 去等於讓在地的這個課發會 讓特定的就是國小 我想還是要從國小開始 願意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教學 然後逐步去往上爭取 這個我覺得才比較客心 我之後可能會再 如果您願意的話 我會很想再討論 因為我覺得 因為你也對課綱 然後或者是說自學等等這些 應該就是 我不曉得說這個是不是再加一個 曲折的狀況之下 結出一個美好的結果 但是其實在台灣應該有很多這樣子 它其實它不一定要在 這一套體系裡面去強迫 學習它很多 然後它可以發展得更好 它可以更適才適性的去學習 然後讓它譬如說好 我舉例來說 我們從小學英語學了很久 對 但是其實每次碰到要講英語的時候 就是EER 就什麼都講不出來 那你就會覺得說 我們要檢視它的成效 它就完全沒有 那它代表是一個 學習效果上面的檢視的話 沒辦法 那所以anyway我覺得這個是 可以談的 因為包含族語的學習上面 我們現在用的方式的確是 整個環境上面是不友善是不利的 不管是在主流社會 或是在原住民的社群裡面 那回過回來講 就是說您有一個很 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您在推動的開放政府 那想要就是知道一下 您在談開放政府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 譬如說原住民的參與經驗 那如果沒有的話 有沒有想像就是說 那未來要怎麼樣 encourage 或者是說原住民 他可以在這個開放政府裡面 主動辦一個什麼角色 或者是你會 call for participation 這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不過我想先回應剛才講的 就是說我覺得實驗教育 跟教育實驗中間的這個銜接 如果能夠有一個 就是立法院三度通過的法案 告訴我們說哪些東西 實驗教育只要一試驗成功 他就可以進入就是課綱的話 因為法的位階會高過我們就是 國民教育法 對所以就是他可以明確的去排除它了 那所以我覺得像之前有聽說 有個原住民族學校法對不對 對的這個草案 它理論上 昨天才公聽 對嘛昨天才公聽嘛 所以理論上它就可以當這個銜接 就是說我們在實驗教育先做到一個程度 然後透過原住民族學校法去說服體制內的學校 去設立成為原住民族學校 然後在那個學校裡面再慢慢去擴增 變成就是一般的就是任何國小 他都可以申請加入 而且不一定是整校加入 他也許是一般加入 像有點像就是音樂班 隨班不讀 對隨班沒有 不是 或者是自由班啊 或者是什麼特殊班 那我覺得這樣子 因為對大家來講 你從一個班開始 或者是從一個年期裡面的一部分開始 它的爭議比較小 而且你比較能夠比較得出 他這樣子學習的方式的不同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你如果要滲透到更多的就是 國民教育的話 我覺得這可能是 有就是法律名文去銜接 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就是個人意見不是說 我是我也不是立法委員 我們每一個都是代表個人意見 對 都是代表個人意見 好 那這個是這件事情 對 我們在之前就是 協作會議的過程裡面 先講一下協作會議 就是只要有五千個人連署 或者是說很多 像你剛剛講的 我們在宮廷會階段 有一些法規的預告案 那只要每個部會 它有一群人叫開放政府聯絡人 只要他願意提出來 或者是國發會幫他提出來 那我們經過每個月的投票 我們就會選出 相應的議題 然後去進行 多方厲害關係人的討論等等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一些 就是文化上面的這些爭議 這些當然是有討論過 可是比較不是原住民族的 好比像說 我沒有處理過神主案 那這個就是 客家還有其他文化 也不包含客家文化 跟就是現在的這個動保觀念 它的中間的一些進核 那我們也處理過金紙跟香 這樣子的議題 就是它慢慢轉型 從一種比較經濟性的行為 因為有一些比較便宜的 進口的香開始出現了 那但是這個本土的手工智香的這個文化 不像是智茶文化 因為有珍珠奶茶的關係 忽然之間又重新流行了起來 我們現在沒有珍珠奶香 所以沒有辦法重新普及變成大眾文化 所以他們就會提案說 那是不是要做一個無形文化資產 跟重要文化資產保存技術的登陸 所以我們跟文化部其實有蠻多合作 那但是在這裡面目前為止都還沒有 就是原住民族文化相關的 那圓民會以我的理解也比較沒有碰到 主要有碰到的還是之前好比上說 在講那個登山案 就是有一個叫香山之境的一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有協調大家去討論說 我們如果要開放山林的管制 那怎麼確保說它自然的承載力 以及原住民族的記憶 或者是對這個山的一些尊敬的程度 不要因為就是開放管制好像就是破壞掉 或者變成不尊重它等等 所以這裡面就是多多少有插到一些 但是大概都是因為那個地方碰到了 所以才跟當地的原住民族進行討論 但是比較沒有說以原住民族的文化作為主體 來進行討論 這是我們方法論上面 可能因為就是要有五千個人連署的這個門檻的關係 它就是要調動大家的注意力比較困難 大概都是我們這邊調動環保的 或者是調動一些交通有關的這些都比較容易 對所以這樣子講起來就是你剛才在講說 可能目前的方法論上面 它很可能是不利於這樣子 是因為可能它是一個 你要有梗才能動員五千個人 對那以前就是有一個像海龜這個被習慣卡到 那有這個梗馬上就五千個人 然後我們就來討論塑膠習慣要怎麼禁用 對那但是我覺得原轉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它是需要你等於親身去那邊去理解 那它很多是口傳的或者是在那個地方 你感覺到那個就是場域的呼喚的時候 你會特別有感 但是你很抽象的看一張照片的時候 它很難靠一張照片就這樣子就是傳遞這樣的感覺 所以它比較需要花時間 它比較要聽一些音樂啊 聽一些口傳的歷史啊或等等 但是你要花那麼多時間才能夠關注的時候 它很難一下子就是調動大家兩三秒鐘的情緒 然後變成五千人趕快出來連署這樣一個情況 這個的確是問題 對所以我覺得要找出一些大家兩三秒鐘就比較有感的梗 他立刻會覺得說我支持這個 他都不用想太多 他就是他覺得道德上情義上各方面 他就立刻可以引入這件事情 會類似一個反射的動作 就是說這件事情不對 它不應該再發生 或者是說這個東西它就是錯的 它應該要改變這樣子 那你覺得有什麼事情你這麼聰明 這麼creative 有沒有什麼事情你覺得或許可以try看看 你是說try看看讓大家覺得就是要號召過來 對 觸動我的心我們可以來做這件事 不管是用情感啦 勒索啦 或者是說用一些極小情的道德呼籲 情感勒索 我自己之前因為有跟一群做區塊鏈的人一起混 我現在就是一面當政委 但另外一邊在創業 就是有一個分譯力組織叫做radical exchange 中文叫做激進改變 或有一本書叫激進市場 中文才剛出 那我是跟一個叫Vitalik Buterin 就是他是以太坊這個區塊鏈的發明人 那所以他蠻有錢 因為他自己引銷票 那所以他的想法大概就是說 希望我們可以就現有的這種主權國家一定都有什麼中央銀行 一定都有他的自己的司法 一定都有他自己的一些行政的方法等等 那在這個國家跟國家的邊界裡面 他去想像一些新的做法 那因為比特幣跟以太坊一開始就是去顛覆中央銀行的概念 那所以他們就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面去發展 和不同的社區貨幣 或者是說社區的一些 就是你是對這個土地的智能合約 甚至是所謂的自然的人格化 就是一條河或者一座山 然後透過區塊鏈把它做成法人格啊 或什麼之類的 他們在以太坊裡面有很多這種非常瘋狂 非常有創意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一直瘋狂跟創意是一體兩面 沒錯沒錯沒錯 就是說你怎麼邀一條河進董事會呢 對這聽起來很瘋狂 可是一個公司進董事會也是很瘋狂的事情 對那台灣也有法人董事 那我的意思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有接觸到說 比方說之前有一群朋友做像一個叫打舞弊 他就是一個社區貨幣的觀念 但是他是等於綁定當地的文化 那你如果沒有發揮文化影響力的話 那其實你在這個貨幣系統裡面 就不算你有產生價值 那他的目的就是不要讓新台幣 或者隨便什麼貨幣去沖淡他們那邊的團結經濟 對那等於是說把傳統上勞動合作社這個概念 他勞動合作社還是他的古今還是法幣嘛 所以你還是受到法幣所影響 但是如果你這邊換成一個文化意義的社區貨幣 那你就可以確保說只有當地的人覺得有文化價值的 才能夠變成就是共同生產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對很多人是有召喚力的 就是對很多人來講就是他受到現有的經濟系統 或現有的這種分配系統 他也是覺得說那我在這裡面好像很難有議題的設定權 但是就像現在在國外也很多人就說我在公海就圈一塊 然後自己造個島 然後自己就當這個無人島的島主了 那我說實際上不是那個就是動詞那邊 但是就是說 我知道你很認真在講這一件 對大家都是有說 那我來跟一群朋友一起設定一個分配秩序 跟一個治理秩序的這個概念 那所以這種就是我們虛擬國家或什麼這樣的概念 在鏈圈是能夠調動很多的年輕人 那我覺得從原住民族的角度來看 不管是對於原住民族的這個創作權 或者是對原住民族的就是自己的包含從自信統一到 就是自己的波羅事務等等這些權利 或者到傳統的這個勞動合作社 怎麼樣在網路上面重建類似勞動合作的關係等等 我覺得這些都是蠻有梗的 就是你可以變成一個榮譽族人嗎 或者是說你透過加入這個你只產出族人所認同的文化輸出 然後你也變成好像虛擬的一個族人的感覺 這不牽涉到 文化認同的族人 對他完全不牽涉到文化認同上面 但是等於是說我做了這些事情 好像我學了語言 我參加了這個合作社什麼 那我就可以變成一個榮譽什麼什麼組 那這個其實對很多朋友來講 你在現實世界裡面有一個對應 比你純粹在空想世界要來的有 就是你在空想世界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聖技師嘛 但是在現實世界就是教宗才能夠任命 我沒有辦法 因為還有五個國家的鬧院士 太厲害了 是是是是 對但就是說你在空想世界裡面 去加入一個什麼族或者是一個什麼族的貢獻 它畢竟是有它的極限 那但是如果是我們對應到實際的原住民族的話 它就是比較有根 而且也比較有梗吧 那我們看之前就是大物幣的一些行銷 不管它實際最後做的怎麼樣 我覺得它是請大家就是那種短時間我就會認同的一個做法 你們有沒有認同 還是你們根本聽不懂 我覺得是一種共同參與的表情 對嘛 就邀請大家進入一個共同參與 所以我在問他們有沒有 我要看他們有沒有聽得懂什麼叫鍛鍊 我說念火箭 沒有這個就是很韌性的概念 所以像你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譬如說因為以這次的疫情 Pandemic來講 它其實有一個 義大利還是哪裡它有一個小鎮 它就是完全用這個形式 他們就發展他們自己 所以他們在一個整個經濟很可能受到衝擊之下 他們就是預先拿這個東西出來 有一個地區通貨 對 對 所以它有一點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它就是讓確保說 我知道我們就是透過大家一起 We together 把這件事情撐過 是的 那但是它在這個過程當中 又造成了那個 We as a people 我們在一起的那樣子的一個 它就有共同一名劇的一個作用 對啊 像我最近也有負責一個公賣局 就是那個口罩的電商 那所以就是從口罩1.0到3.0 那現在當然就是比較趨緩了 那我們就看到說有60多萬人 而且不一定是國民嘛 是只要在這邊有居留權的 它其實只要健保卡就算了嘛 對 那有響應了大概464萬片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類似社區貨幣 共同貨幣的感覺 因為每個人就有點像是無條件基本收入一樣 就是每兩週就會領到9個或者10個Token 那這個Token你可以把它變成真正的口罩 或者你可以放棄你的選擇權 那去換顯明權等等 那這個其實也是類似區塊鏈的一種操作 那重點倒不是說就是實際上是幾片 我也只能響應6片 但是我們會看到非常多人 他真的是願意貢獻他可能的心意 然後他希望他的心意能夠擴散到全世界 讓大家看到 那這個時候無形之中 這60萬人不管是裡面有顯明的那30萬左右 跟匿名那30萬左右 都會特別覺得說 那我們是一個共同體 對 那反而不是說你掏出5塊錢10塊錢 感覺你的貢獻就不如那些掏出50萬的人 那麼多 因為每個人就是都只有那麼久片 可以去響應 所以大家感覺上就是更平等的 我的Point是這個 對就是比較equal value的再contribute一件事情 對他不受法幣影響 對 你有錢也沒有辦法響應更多天 你要不要再精進下一個那個口罩 現在是到幾點幾了 現在很多人說響應這個是4.0 這樣齁 他還有一個我自己覺得的缺點 因為我沒有辦法選擇 譬如說我很想把它董內的是 不管是巴西或者是美國 加拿大澳洲原住民社群 其實他受到很大的傷害 對 但結果只有加拿大的原住民族說得到 對 可是我們過去到那邊之後 他國家的分配上面 其實又不見得會分配到 沒錯 譬如說美國Navajo Nation 就是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我完全同意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 當然就是我們在選擇上面 又可以選擇一個 這非常很棒啊 我就是除了 因為就有點像我們捐款常常 就是我們沒有特定用途 對 然後但是有一個就是 我就是 要捐給原住民族 我就是只是給原住民 或者是說一些國家的 我覺得這非常棒 可不可以這麼做 我們 像我們跟紐西蘭 因為NCTAC裡面 有專門原住民 對原住民 Chapter 19 對 第十九章 所以我們可以是 等於按照那個關係 去捐贈 但我們跟加拿大好像就沒有 跟Navajo也沒有 跟美國跟加拿大其實沒有 但是因為 因為相較之下 他們的住外館 在台灣的都是跟我們很熟悉 對 那這一次其實加拿大 它有一些 他們認為他們是sovereign nation 他們有主動跟我們請求 可是那個時候是 我們在台灣都還覺得 國內的需求 大家會比較惶恐說 國內都不夠不難捐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建議 就是有一些individual來的 我們都是跟他說 他要透過外館的外交單位 我理解了 所以外交單位有進來 然後一些討論 所以我們送給加拿大的那一批 裡面有一部分 就是給Alberta跟Winnapik那邊的一些 原住民社區 我有聽說 那是因為他們有individual的request 然後像在美國 Navajo Nation 像我一個朋友 他是Navajo Technology的校長 那他們就很panning 然後他就問我說 他們是有錢買不到 對啊 所以他就問我去睡一會 所以他就問我去睡一會 因為我們現在透過Techroll 對 那從透過Techroll 然後當然到他們那邊 難道我們真的能夠 指定Alberta跟Navajo Nation嗎 為什麼不可以 我不知道啊 可能要試試看 我覺得當然可以啊 我覺得比較好的方式 可能就是people to people 對 可是現在我們沒有辦法 但沒有關係 很快會開放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都一直像 譬如說那個義大利的神父 他這樣一call 然後大家就集中到那邊去 那但是我們的確 因為我們會比較關心 世界原住民各地的狀況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 像networking在談 各地他的災情比較嚴重 那的確 譬如說他的那個running water 其實沒有很多 所以他也要一些什麼 吸收入什麼 他都沒有 那這些其實相較之下 我們就會覺得我們很幸運 可是我們同時也會覺得說 因為他有一些醫療人員 他的受傷 我完全同意 所以我們可能這些物資 的確是捐到美國很多 或者是賣到美國很多 可是他其實沒有辦法去給 這些沒有辦法發生的弱勢 我覺得現在就是people to people來處理 然後就像昨天那個 就是陳指揮官也說了嘛 就是各個口罩生產商 他只要全部徵用的 我們還是保持一天1500萬 那這個有滿足之後 從第1501萬開始 就已經可以自由的就是內外銷 那這個內外銷 具體哪一天可以輸出 再說他已經可以開始生產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可以分開來看 就一方面是說 如果你有這種people to people 的需求的話 那也許就可以開始去 跟口罩生產商開始去談 就是說我們這邊集資一筆錢 那就是指定用途 那你越早去談 當然你排的出口的時間 就越早這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跟他們的原住民族 已經有原住民族 跟原住民族的外交關係 那我覺得這個倒是 我們外交負責務旁代的 就是如果他們提出需求 我們應該透過 就是像Chapter 19 早市來滿足 我們目前真的有正式簽 對是比較這樣 其實就只有紐寫完 其實他大概就沒有 不過他們現在好像沒有很需要 因為他們狀況還蠻好 他們自己就很 他們就是他們學我們的model 但是比我們更嚴厲 是啊 所以他們現在 move到Label 2 可是我們還過不去 這樣 好 最後 我等一下 你們有沒有什麼樣問的 不是以前 我以前 你們一定要這樣子嗎 我不能當那個最後的壓軸嗎 最後的壓軸 好 是這樣我想 那我想個問 來 想一個問 來 是因為 而且小組可以這樣 比較多 沒有啦 反正只有也不會錄你 重點又不是 我們這邊有一集 來來來來 這邊 好 來 請坐 我真的一直很緊張 我真的一直很緊張 那沒關係 你可以看這個來 好 那我看你 我們是啊 是這樣有一個脫稿的題目 我們都有一個脫稿題目 對就是 是這樣 就是因為 其實和解小組有一個工作 就是您剛剛其實有提到就是 邀請整個社會大眾的共同參與 對 那原民議題其實大家對於他的想像都會認為那是原住民的事情 對 那其實原轉開始執行之後 對於第一線的我們 其實也聽到了很多民眾的對於這件事情的 當然是抱怨甚過於讚美 那我在這邊想要有一個請求 我想要請 政委可不可以讓 就是有一個鼓勵對於我們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不管是 曾經參與過原轉 或是還在這個路上 不歸路上的 或是未來對於這個議題有興趣想要共同參與的人 然後有一個就是鼓勵的話 OK 沒有問題 很棒 沒有就 你需要衛生紙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哭 我沒有哭 對 我就想要在這邊 然後想要跟你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請教 可以啊當然當然 我覺得我們做的工作 都不是我們就是這一輩子會看得到全部的結果的 我們本來就是為了後代做就是 大家只要是做教育工作已經是這樣子 那何況 原轉它是對整個社會的教育 甚至是對全世界都有啟發嘛 的這樣子一種教育 所以本來我們的工作的內容 或者我們工作的成果 就是會在可能六七代以後才會看到結果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種體認的話 我覺得現在不管就是大家會覺得很急切 或者是說民間可能會有很多不了解很多反彈等等 那但是你只要去想說我們現在在做的這些事情 不管是你收到的這些抱怨或這些批評 你只要想說那我對他的回應 哪些對期待以後還有價值 那哪些回應他只是當下有點意氣勇士 意氣之爭 其實期待以後看來都差不多 只要是能夠用一個比較遠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自然在心裡面就會很明白知道說我在做的哪些是永續的 那哪些只是當下的 那當下的也不是不能做 因為畢竟人還是要就是正常這個情緒發揮嘛 但是就是說可以花比較少的時間做 那花比較多的時間做在對期待以後還有貢獻的事情上這樣 我還有一個我想要 剛剛有提到就是足語教育的部分 然後也因為您的其實我覺得今天來訪問您 我覺得其實從您的事上看到的是台灣的很多可能性 尤其在教育這一塊 然後想要 好緊張 就是想要替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朋友對於 還有很多朋友是在自己這一條族群文化的路上 包括Bisui 他其實也是很鼓勵自己 就是他自己也行動幫 跟孩子們 就是 小呼吸 就是跟孩子們就是很努力的在用 就是任何的機會講自己的語言 然後我覺得這樣的媽媽或是家長們 甚至在這塊路 其實還在 也是一個不歸路 我的媽啊 就是都是一個 對文化不歸路 然後我覺得今天是 我覺得其實 當然也因為現在法規有些還在努力當中 然後有些人其實 就是心裡面有一個想要就是很簡單的用 就是想要說 在自己的土地上面 說自己的話 這樣子的想法 可是可能對他們來說 是還是很 就是很遙遠的一個距離 對 我想要 就是請 就是想要請您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 就是也是一個打氣 就是給這些 一些還在努力當中的 不管是足以工作者 或者是家長們 一些就是 新的可能性的看法 跟希望 新的可能性的看法 跟希望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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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語意是什麼 我在哪裡 試著找到你的所指 對 就像英文一樣 對 各別的詞 各別的詞 我好像聽得懂 就是 因為應該是好從天講 就是我覺得在你的 你的學習的過程當中 你自學的過程當中 我們真的看到很多的可能性 尤其真的是很大的正能量的那個 是 真的是希望 所以我們今天來訪問你 也很多朋友知道都很開心 然後他們也很想來 對 那這些朋友其實的背景都可能是 也是都是在足以文化的工作 就是足以文化的教育裡面 在努力當中 對 可是也因為現在的法規可能 還有很多需要突破跟翻轉 甚至改變的路上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想要請教是說 是不是也可以 如同剛剛一樣 就是也給我們 可以給這些還在努力當中的夥伴們 一些想法 或是一些打氣 一些打氣 好 這樣可以有沒有清楚 一些 沒有 我想 我想 他的打播接受你要表達的意思 可以嗎 你有感受到嗎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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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想就是 我經常會引一句話 就是Lennon Cohen 會說只是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 那 我會講 對 就是說 我想我們現在的這個情況 不管是歷史正義 或者是轉型正義 都存在非常多的缺口 其實稍微翻閱這個中天報告 就可以充分的感覺到 就是能夠彌補到的地方 雖然有記錄下來 但是更多的是缺口 就是大家還不確定到底要怎麼做 或者是他已經斷裂了比較久 所以你不知道怎麼樣把它長回去 等等的這些部分 那而且我們現在所謂的多元民族 多元文化 或者多元歷史的這個觀點 那或者按照我的講法 就是這個公民之國嘛 真的在華之中嘛 就是 因為我們那個 國號沒有說你要怎麼發音 所以我都是叫中華民國 Anyway 就是說 在就是 大家肯定這個 新的多元史觀的過程裡面 其實就是所有 有自己的認同的族群 都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進行這個形塑 那這個形塑的過程 其實是蠻痛苦的 那就是 是包含過去的痛苦 包含現在的痛苦 包含未來 因為一下子還沒有辦法 他理解對方怎麼看這個社會 那這個痛苦 這個痛苦的程度 就有點像是說 我常說 為什麼那個薩利亞會長高 就是因為這個 太平洋海板塊 一直在就是 撞 這個歐亞的這個板塊 那當然它會造成很多像 地震這些事情 但是也讓我們知道說 只要我們的心靈上 防震結構做得好 那每一次的這樣子的衝擊 其實都是讓我們 用更高的這個視野 在看我們的社會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台灣已經沒有 像以前的那種 單一文化價值 單一的那種強權等等 那像這一次的防疫 也其實像那個陳部長 之前也有跟我們分享說 他也沒有用任何所謂的法則 或什麼東西 都是靠大家自發的 去提醒大家 來照顧好彼此的身體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講的 這種公民社會的力量 或者說社會部門的力量 那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不需要 運用封城的就是手段 因為你一旦用到封城的手段的話 那就回到那個單一的價值了 變成封城的人說了算 那其他人就只能待在家裡 那但是台灣我覺得 就是因為大家有這種彼此守護 雖然不一定能夠理解 為什麼對方這樣 但是至少我也願意來守護 他的健康 來守護他的尊嚴 那大家都能夠彼此守護的情況 我們的這個安全網 就比較不會有波動 而且大家會開始檢視說 有一些 好比像說就是健保制度 還沒有含過進來的人 或者是說即使他有健保 但是他就是平常不知道 要怎麼使用的人 或等等 那我們都不能夠忘記他 這樣子我們的防疫 才能夠做得周全 我覺得經過這一次 我剛剛講就是說 在彼此有不同的世界觀 但是透過這種痛苦的磨合 甚至激烈的爭吵 但是到最後大家都決定說 那我們就是共同體 而且會願意彼此照顧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任何願意持守住 他的那個看世界的角度 不會因為別的角度的所謂進步 而被犧牲掉 那這些持守的力量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也就是非常尊敬 大家持守自己的這個族群的語言 這個角度跟文化的角度 我覺得持守的越多 就讓我們未來這個 就是遇上可以長得越高這樣 台灣有你真好 還要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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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才收工了 謝謝 謝謝 我可以用前進嗎 對 太親太生氣了 真的太親自己可是 有粉絲 可以啊 當然 其實我一直很認同 剛剛你在講的東西 謝謝 謝謝 就是用通用拼這件事 對 可能自己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說 其實不見得不要選中 可是我覺得它的路進路 都是用那個英文 對啊 對啊 就用拉丁字母圈 其實也會非常的 像我們去紐西蘭的時候 它就完全是用英文式的想法 去想他們的主題的面就可以 對啊 可是這個感覺上是比較難去調整 因為假設這些小朋友 真的是之後要進入所謂的國中 高中 那個要怎麼去看 不過國高中也沒有在用尊義符號 就是我的意思是他們的學長 對啊 所以我覺得是要改變那個 教學者的光明 對 可是我們的示範體系 一直以來就是 量子漿化下去的話 那改變會有點 對啊 所以我才覺得說 剛才講的那個 就是原住民族學校 可能是從實驗教育三法 到我們的就是 國教中間的一個過渡 就是說 因為這邊其實已經有識字 有教材有教法 它的困難 其實它很難滲透 回這個示範體系 所以我覺得中間 還是需要有某種橋樑 不一定是這個專法 但是我覺得這個設計是很重要 那目前 當然是說沒有關係 那只是 我也不知道 是嗎 他只是要回應你 他有感 他有感 然後他一直hold在 他hold在那裡都不要再 進入這樣題來 我現在才講 我只是聽到這個階段 直接就這樣上去 是 那我現在想問的是 有關那個像 蒙典 對啊 就我看就是有阿美 還有像阿聯 他們的那個 可以去接觸的人 老師講的是 對數位有興趣 可是其實現在台灣的住民 各學區 它都是有那個數位或差 對 所以剛剛老師剛剛講的 不管是大陸幣還是什麼區塊 那種想法 對 可能我們這個年代 或是我們這個 在有學這些東西的人 對 可以理解 可是你要回推到 如果去做的時候 你要去說服的是 這一群就是 數位落差的人 對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 他的開放政府提出 proposal 其實不見得 對原住民有效 我同意啊 確實啊 那有沒有什麼 可是我覺得可以訓練一批就是 比如說在這邊 北區就學的這些學生 讓他們知道這個概念之後 他們其實有機會把他帶回去 或者是公務人員 嗯 因為他當中間的轉譯者 對啊 我同意啊 像我們之前有做過一個 那個VR 就是虛擬實境的專案 那當時我是在 雖然人在巴黎或在台北 但是高雄應該是 美術學院的朋友有參加 那他們在當時做的就是去 回覆到就是可能找一些 七八十歲的一些長者 然後把他們所在的那個地方 在VR裡面透過一些歷史照片 把他建模回他們當時的那個生活狀態 那然後他們把他就是 就是拍360度的照片之後 就這些長者 然後你在Photoshop可以修讀嗎 所以他們就在VR裡面 重現他們年輕的樣子 對 然後他們就等於是 讓這些長者當擔任導覽員 那對他們來講 他們並不是進入電腦世界 他也不用去學電腦鍵盤什麼 他就是戴一個很簡單的眼鏡 他就進入他年輕的時候的街道 那他看到了就是很多其他學生嘛 等等 那他就是把自己當成就是 當時生活的人一樣 就好像說我要跟你介紹我家 這樣子的方式去行走 他們當時的街道 但現在的狀況都不一樣了嘛 當然都讀更都改建都什麼 但在VR裡面 他就可以留下他當時年輕的那個身影 然後去介紹什麼的樣子 那這樣大家就可以進入他們的那個世界了 等於是好像穿越回他們的那個年代一樣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長者來講 是很有就是說服力的 就對他們來講 就不是只是你給他看幾張老照片 而是說以他最自在的方法 就是以他年輕的時候講話的口音啊等等 去跟在VR裡面的互動 所以他講說數位技術是要來配合人 不是說要人去配合數位技術 我們剛剛講到的很多像萌典什麼 他都是在手機上面做的主要的載體 那對長者來講其實手機並不是最自然的 但是說不定就是你給他一個就是一個眼睛 他戴上之後他就到一個就是他年輕的時候 已經認識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時候他直接開始在那邊 不管是唱歌啊或者是累積一些就是我們 當時是很盛行的現在已經沒有的那種就是日常的對話 那他們甚至幾個人在那邊日常的對話 那你也可以很容易的就把就是現在年輕的聽眾觀眾 帶到一個他們當年的那個場景裡面去 那我覺得尤其是我之前有跟那個Sagulio 有討論過就是他覺得說 都是教育都不是靠中間這個挑扁蛋的時代 而是靠扁蛋兩邊的時代 就是可能剛剛講的就是六七十歲的這個時代 去教可能六七歲的小孩 而且教的時候也不是用文字來教 而是把他們實際帶到就是他們自己平常生活的那個場域 然後讓他去了解到說這生活的方法 那小伯偉是說這個等他們教完了 那也差不多就他們就過世了 然後就傳承到這一代 所以那但是他們教的又是他們的阿公阿嬤的東西 所以就等於五代的記憶啦就可以傳承過來 那他是一直很反對說在第一學習階段 就是七歲到九歲的這一段 就是硬生生跑去教漢漢語 那因為這樣子的話等到你有空 類似像外國語這樣回來學的時候 第一個長輩不一定還在 那第二個你了解他的框架就會是一個外國語的框架 那對於這種需要靠身體或者是靠口傳的東西是不利的 因為那時候你已經是用書寫來工作主要的傳遞知識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VR可能是更友善的一個解決方案 可能不是靠手機 因為手機一定是以書寫為主 你應該當教女主 對 要不要畫 要不要畫 你是幹嘛 你以為我在下命令 不要這樣 其實你記得之前吉卡尼來的時候 他們就是那個紐西蘭他們毛利有三所 就是毛利大安學 那其中有一所他們就在講的 他其實也是這樣講 他們也是發展的這種VR 然後他的講法就是說 因為其實那個講法跟你剛才的Sakuru是一模一樣 是因為中間這一層就是 他就是被歷史詩異的那一部分 那所以這一群只要他不反對的話 這個嫁接就直接讓他們來 那所以他也提到就是說 像他們也發展的這種VR 就是的確直接他們去虛擬那個過去的地景 然後讓年輕人可以去看 但是他倒是沒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其他年長者他們看到的 對對對 他們想的比較是說 我們就直接從年輕人這一帶 然後讓他們有機會去看 因為他說 假設年輕人 花很多時間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他也覺得比較有興趣 那我們就把他有興趣的工具 載具放在他們面前 輸入我們想要他們學的東西 就有點指教那樣的概念 那另外一個就是手機上面 他其實另外就是奧克蘭理工大學 他的副校長他就提到的就是 他說以他來講 他手機頂多就是拿來打電話 對 可是對其他的不同世代的手機 他代表了很多很多 尤其是一個學習的Tour 大概主要都不是打電話 對 他說這是學習的Tour 所以他說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怎麼utilize 這一件事情 讓年輕人可以在這邊學到他 所以他們就會發 他們就會create很多App 譬如說他們的這個 Marai就是那個集會所裡面 然後每一個那個圖騰柱裡面 都會有他的這個 祖先來源的那種神話故事 他就直接就是我走到哪裡 我按下去就是這個故事 然後他也很多語 就是說他也各種語言 因為那你比眼睛去看 然後那種聽的聲音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都想一想 就是說其實台灣常常會講一件事情 就是原住民叫做傳統 然後傳統跟科技是不能嫁接的 可是不應該是這樣 當然不是這樣子 然後其他的地方 他都已經可以說 我就是透過科技 我不是讓科技來宰治我 但是我利用這個東西去學習 那可是在台灣真的的確很少 他就會常常造成就是說什麼 叫做你有部落回不去 可是我都常常想 台灣就明明這麼小 怎麼會有那種部落回不去 就是像這些我覺得是一個觀念的轉化 可能會讓我們快 很快速很多 讓我們把遠轉的這些議題 說是我們想說 讓台灣的一個共融 或者是多元共融的社會的那個 腳步可以加快一點 所以最後他能氣都已經關了 是不是有什麼那個 好了這樣子 因為您是很推暢開放政府 然後他某個程度上面就是有需要更多的人 來一起來參與 去完成一些事情 那我們在談的遠轉這個議題 其實某個程度我們很希望透過社會溝通 也會希望有更多的人來一起參與這件事情 那之前蔡總統他也講過就是 一個人走一百步 跟一百個人走一步 他就後面比較難 因為你就是你要號召一百個人來共融走這一步 可是他更有意義 當然 那我們自己的團隊裡面也講過說 如果以原住民的人口是百分之不到2.5% 現在是2.4% 再加上我們會講說原住民以外的大概就是98%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帶動這98%走向去瞭解這2%的人 那你有沒有想想就是說 可以幫我們想一下就是說 從你開放政府的這樣的一個理念 怎麼樣把它結合原轉的概念 來處理這樣的一個台灣的未經之夜 對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這98%只是還沒有變成這2%而已 就是說你要把它看作是一個 每個人都有這個潛力 每個人都有這個潛能 那就像我們對我們公共政策網路參與 其實我們也不是一下子就做到說 有超過一千萬的訪客 來用我們的就是倡議的這個平台 在一開始也是只有可能百分之一不到的人 知道有救援平台的存在 那所以為什麼在一開始持續那麼長的一段時間 甚至常常被人講說是 就是只有少數人會用的平台等等 那我覺得重點不是說去拘泥在那個少數跟多數 是去問說到底有什麼樣子的事情 能夠讓這些多數的不太關心的人 能夠也自己認同然後變成來積極參與的人 那舉例來講像我們之前有一個案子是叫做要在恒春的機場 他們希望內政部派黑鷹直升局去那邊當救護車用 那這個聽起來是一個就是也是有一點天馬行空的想法 那但是他想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在地就是很多發生就是事故傷害什麼時候都後送 那後送的距離很遠 但是如果什麼都後送 在地的醫生也很難累積他的能量 那所以就會變成惡性循環嘛 那所以他們其實只是藉著這個梗 就是說黑鷹直升機來當救護車用可以省20分鐘的後送 來凸顯在地的恒春的醫療資源不足的這個情況 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這個很特殊 就是因為大部分的在上面參加的人 其實是第一個不一定是恒春人 他很可能是去恒春旅遊 那第二個是說他也平常也不會用手機去做什麼網路參與 也沒有聽過開放政府 他會來連署純粹只是說他的那個民宿的門口 就有一個招牌 然後就說你知道什麼你如果去浮潛 這個如果這個得什麼心臟病或怎麼樣 你知道這個在方圓多少公里沒有人來救你嗎 你如果這個關心這件事的話 你確定之前啊就趕快先連署 來伸張自己的權利 對 用Fear是一個最好的玩法 對 就是用這個恐懼動員 恐懼動員 這個很有用啊 一下子就5000票 對 那我們實際上帶了非常多的部會去那邊 然後確保說包含線上的有一些曾經在恒春支援過醫學中心 但是現在已經去國外深造的朋友 對 那他透過直播什麼 我們不是說我們用數位技術去取代面對面討論 我們是把面對面討論透過甚至像360直播 去帶到全世界大家關心這件事情的人的面前 那所以他一聽到他就知道說這個要解決的事 那他就打字 是說我在那邊的時候 甚至我連小朋友的就住的地方也沒有這個 也沒有宿舍什麼之類 那你這樣的情況下 要好的醫療人員或護理人員 留在這邊就不可能嗎 所以至少要解決住宿的問題啊等等 那又會像在台北的立法院 像中加兵委員 當時他就也是視訊進來 說與其把人這個他可能都已經生重病了 還飛到高雄 不如你在那邊把醫療器材都備置完整 然後請高雄的人來這邊就是練習之後 你把醫生飛到高雄都還比較快 那所以就是當你擴大這個參與 到大家都共同的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大家都怕說去那邊發生三長兩短嘛 這件事情是要感受大家是共同的 那這樣你就很容易一船實實船百 五千個人就變成一萬個人 變成兩萬個人都關心這一件事情 但你說他們是不是很抽象的去關心 什麼離島啊片鄉啊什麼發展啊花東基金啊 大概都不是 他們就是關心說我下次去很春的時候 發生事情到底會不會怎麼樣 那你這樣舉的這個例子 可能在原轉裡面不太適用 請說 因為原轉這件事情很多 我覺得一般的非原住民朋友 他會覺得說原轉這件事情 是跟他很難有關係的 譬如說他很可能看到的都是 你要土地啦 你要你自己的語言 你要你的什麼什麼 那我當然我會很支持你 這個是多元發展 可是他沒有辦法 對我有任何情緒勒索 或者是對我有那種恐懼動員 可是為什麼沒有辦法呢 如果你 好比像說 我們說gap year嘛 現在說18歲到20歲 就是先出去這個見見世面 然後再上大學 這個怎麼落實另外一回事啊 可能要先把成年的定義下修 因為這樣才不需要媽媽簽字 但是總是會有一天 是會有人就是高中畢業之後 他會先等一陣子等個兩三年 然後再去念大學 或者再去就是深造 那這個gap year 我覺得看紐西蘭的例子 或者像很多的例子 其實是他找尋他的第二認同 或他真正的那個認同 就是他的成年禮在哪裡發生 所以我剛剛舉橫春的例子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島內移民這件事情 就是當一個年輕人他第一次掌握 他能夠自己居住 跟朋友一起居住的這個時候 那之前我們也看到像動畫大學 很多朋友們他就是因為做田野 那他自己本來的認同也不是原住民族 但是做到第二年就自己認同發生轉變 等等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一開始他可能只是因為觀光 或者因為節慶 因為歌舞 因為音樂 因為什麼東西去那邊 可是他到那邊之後就像橫春一樣 橫春其實能夠吸引人的東西 也就是那幾個 但是當大家都去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群聚的一個效應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產生一個文化 那這個文化才會去把你剛剛講的就是 一開始大家都覺得跟我沒有關係 可是我如果每個暑假都去 然後到最後18到19歲的時候 我的認同就開始發生轉變 那那個時候我就會開始呼朋引伴的 去說服我的朋友說大家要關心這個文化 因為他已經沒有我的文化了 或至少一部分是我的文化 那如果一開始他那個排除性越強 那就像是什麼東西重鎮都後送到高雄一樣 他不會形成一個橫春在地的嘉義科 他不會形成橫春在意的醫護網 那這樣子的話他當地的人 當然就是我去那邊也只是去實習 那我一實習完就走了 因為我的小孩或者我的長輩 沒有辦法在那邊獲得就是認同嘛 對那所以就是說我覺得年輕人 他十七八歲就最浪漫的那個時候 他如果願意就是變成榮譽族人 剛剛的那種概念 那下一步就是說在那個族裡面 要讓他的小孩或者他的長輩 也有一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怎麼怎麼協商是一回事 因為就是有點像是 你也不能一下子全部開放 不然馬上就被就是沖刷了 對那但是如果你可以 稍微看一些口出來的話 我覺得他對這個 你剛剛講的兩趴慢慢變三趴 五趴十趴非常有幫助 因為這樣的話很多人就會 開始有很多的國員認同 他會覺得是說那他的從幾歲以後 他就開始切換到他所認同的 那一組的文化去 他才願意開始學一點語言 這個時候這個語言消失 對他就開始有切身的感覺 所以他的質量是 互相在依賴當中轉變 對啦就是這個意思 對質變跟量變成同時 是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你要有一個 就是懶客的那個 那個何姐小姐麻煩你繼續 當手模啊什麼的 那個橘谷你有沒有什麼要 你那麼客氣 古樂呢 古樂呢OK 那我繼續問一個 好來啊 你平常聽什麼音樂 聽什麼音樂都有聽耶 真的 你聽過哪些原住民歌手的音樂 這個不限制哪一組嗎 不限制 OK 是嗎 OK 我有聽那個塞爾特的音樂 OK 對 那個不知道算不算 那有算啦 歐洲算啦 對 那個算 對 那台灣呢 台灣的呢 台灣的你現在應要我講 我不一定講出來 好沒有關係 不好意思 好沒有關係 我們下次我們可不可以送他一些台灣的原住民音樂 很好聽 好啊 不一定不一定喜歡聽哪 因為你說你聽的種類滿多的 你喜歡哪一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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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總是什麼 那你都一定沒有看的 你知道保總是什麼 你知道嗎 那不就扶你解釋一下 好 保總 保總音樂學校的保總 日本的 對 日本的 日本的那個兩年的專業學校 保總舞盤 表演上是有女孩 對 全部全女團的 全女團的 對 我沒有看過他們表演 好吧 好吧 這怎麼了 這有什麼提議嗎 不是我只是 我想了解就是說 他除了想什麼創業啊 想什麼數位啊 開放政府 你的娛樂是在做什麼這樣子 我娛樂就是在網路上面去擁抱小白 就是有人發表一些比較白目的言論的時候 跟他有一些比較正面的互動 最後把他能夠邀來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這個時候主要的娛樂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娛樂 我們大家都學習一下 擁抱小白 擁抱小白 對 當作一種精神按摩 對 對 也是一種 我們應該要用正面的想法 嗯 你剛才 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你一方面當政文 可是你應該要創業 對啊 這應該不行吧 可以耶 因為他是 我們還特別去請全序部做了一個解釋 就是因為他是非營利組織 而且我也沒有收錢 而且他的工作 跟我的正職是有關係 而且是院長批准 這四個都成立的情況下是合法的 我現在兼三個不同的非營利組織的職位 而且任何公務員都可以 不是只有政務官員 沒有 可是你說到有創業 創業就不太一樣喔 創業 可是你的創業是非營利 他是非營利組織 好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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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你願意給我們到七點 可是我們有自己的拖 真的要是這樣子 沒有啊 很歡迎你跟我們 可是我想因為你寧願擁抱小白 也不想要我們有濃溫度等等 沒有沒有啊 我們不是還有十二小時嗎 對 我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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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先留著嘛對不對 以後慢慢用嘛 對 我們分期付款這樣子 好